中国小学生与外国小学生相比谁强谁弱 一边是无所不能强到爆炸的中国小学生 一边是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小学生 这跨广的两对小学生放在一起比较 谁能杠上一潮 本期离台准备好久了 是时候展现中国小学生真正的技术了 虽然咱们现在强大了起来 但是面对外国小学生咱们也不能掉以其心 毕竟很多的外国小学生已经开始模仿 偷学咱们的民族文化了 比如说这个外国小学生在中国待了五年 偷学了广场大演技招抖空竹的皮毛 回到外国的学校露了一手 直接震惊全场 外国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呢 殊不知中国小学生早已经把空竹玩得出声入话 做到了空竹与人合二为一 这个操作要是让他们看见了大得了 话说咱们中国小学生不能骄傲 在战略上要表示敌人 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咱们千万要注意 外国小学生有的时候会死因招 他们喜欢用一种叫文化入侵的手段打败 比如说他们会用作蜜蜜眼来嘲讽咱们眼睛小 并还到处宣称这是东方美女的特点 不过咱们都知道啊 美女肯定是大眼睛的居多 有谁会觉得蜜蜜眼是一种大众普遍的生命呢 不过咱们中国小学生眼睛足够明亮 视野足够开阔 能够区分出什么是丑 什么是美 一下子又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 要玩文化入侵死吧 没问题 咱们也有 咱们直接派出精神小伙儿出场 一套湿滑的花手小连招 外国小学生根本着牙不住 外国小学生跟着摇就完事了 所以中国小学生完事 回到现实生活中 咱们小学生最应该做的还是 好好学习 充实自己 让咱们成为各号各业的永迹人才 对啊 一定要记得做暑假作业哦 感谢小伙伴点着工作 朝晚说的一下亲口专 咱们小伙伴点着